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們的RCE4Channel 今天我們會說些什麼呢 今天我們想說一下電變 平時也有很多人想在工房問問題 究竟要買什麼電變好或者什麼電變的選擇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要有夠勁 另一方面的話價錢又要便宜 在市面上那麼多不同種類 那麼多不同品牌的電變來講 其中一隻的品牌就是TEAM POWERS 他們推出的電變是比較有不同種類 又會比較爆一點 另一方面也價錢很便宜 可能是有400多元至600多元 都已經有了 相比起其他很多不同的品牌要去到差不多接近千元來講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麼今天呢 我們又再找一位熟悉的朋友 方敬 TEAM POWERS的車手 來講一下TEAM POWERS的電變 好 其實TEAM POWERS分開了兩個系列的電變 第一個就是一個平價的XPS系列的電變 它主要有分為三個的級別 可以叫做一個是45Mbps 一個是90Mbps 另一個是在學界上經常見到的8EA電變 另外就是它的高級版的電變 就是叫做Random系列 Random系列其實現在已經出到V3了 由V1 V2 V3 那你可能會問到其實Random系列 和XPS系列究竟會分別在哪裏呢 其實主要是裏面一些電變的 一些裏面的 原件的走線系列 不同 以及它一些外殼的分別 在Random系列裏 我們現在用的是散熱速度比較快的鋁合金外殼 可以看看 其實以前V2的電變 其實它是140A的 其實去到上年推出的V3系列 其實就是開始那個 包括體型比較小一點 重量是輕了 然後它的電面輸出的A數 亦都由140A進步到180A 那現在就和大家說一下 這支電面有什麼特色 以及一些基本功能 亦都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如何去調校這支電面 好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Running Mode 其實主要是調校 它的電面可不可以 只是調校 調校是前進 第一 說是有前進 退後 還是有brake 它有三個Mode 選擇 我們通常都是調校是forward和brake 即是前和double leg 因為在比賽的規格裏面 是不讓你的車子向後走的 第二個這個呢 主要是一些電面的電池的剪輪 我通常自己就喜歡 阻礙了它 因為每一次比賽都可能 那三四分鐘會 自己可能真的忘記換電 那阻礙了希望可以久一點點 這個就是 G3這一項呢 就是電面的overheat 其實它的調校是有95度 和130度的 那我自己也是喜歡阻礙了它 因為始終有時候 調校長地的變化 阻礙了它 都是會穩陣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 馬達的轉向速的方向 我們通常都喜歡調校是normal的 那G5這個 就叫race mode 那其實這個呢 就真的比較特別一點點的 因為它有得調校modify和stock的 那如果換言之你用 你是跑4.5 那我甚至是去到7.5的轉數的馬達 應該都屬於叫做快車的馬達 那我們通常都是調校modify的 那 往後的 譬如13.5啊 10.5啊 我甚至是21.5呢 我們都喜歡用回stock的 因為它裡面的那些力 它的電面的輸出 是有分別的 那所以 要因應自己在用的 馬達去調校 對了 那麼 backband就是講你的 中位的敏感程度 那麼 我自己就喜歡設定到它比較偏向敏感一點 一動多一點點 它就會有反應地去做我要它做的動作 那所以我很常都調校4的 那它最大我記得是可以調校到12的 是15 對了 那麼 然後 這個就是bc的output 就是講的 嗯 它可以控制到它本身的電面output的voltage 那麼 有6V和7.4V去調校的 那我自己在用的 呃 那些東西我就不喜歡它這麼大的 叫做 呃 叫做承受的那個電流 那我都喜歡用回6V多一點的 對 那麼IP Limiter呢 這個就跟我們之前random系列的v2的電面是有分別的 這個其實可以我們當它是以前的punch rate A啦 那就是叫做你第一下那個 呃 油門的那個力度 那我通常我自己玩開5.5V多一點點 那我都可以設定得大一點點 就是8啦 那然後就是photo rate呢 就是以前叫做punch rate的b啦 那就是第二段在punch 即是頭 我自己理解就是頭50%的油門 去到頭50%的最後的50% 對啦 那就調校那段力有多大的 那我都是通常 因為5.5V我都可以設定得比較爆一點的 Drive Frequency 啦 通常是 越高的K數就叫做越油順啦 越低的K數就反而是越爆或者叫做粗糙啦 那Modify 我就喜歡走16K的 那如果玩stock的朋友呢 我都會建議他們可能走回4K 或者是返回8K的Fluencer 那RPM Lock 這個是它這款電面裡面最新引入的一個功能 其實它可以 譬如當你去調校50%的 那它50% 即是說它將你的Booster或者Turbo 同一時間地將它收到只有50% 這個RPM Lock這個功能其實是很好用的 譬如我們PYC裡面有一個室內的地毯場 我們會因應它因為它的場地小了 我們會將它縮到80% 那它就會將所有力度同一時間收細 我就不需要 勉強去將一些 例如Punch Raider 一些IP Limiter 甚至乎Booster Turbo 那樣東西要重新再調校 我是很單單教一個RPM Lock 我就可以將所有東西 縮小它的Power 那Photograph就是調校裡面的那條斜線 我通常都是調校Linear的 Initial Big比較偏量 是第一下你觸碰那個Bick 它會給你多少的Bick 即是那個叫反應力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比較 第一下是比較柔弱一點的 所以我可以調校1% 那它最大是可以做到20%的 Jail Big 換言之是你回中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或者在用 就是回中的時候 它會給你那個 我理解就是類似引擎駕駕駛的東西 那我自己喜歡的車比較多 回中車的重心轉移會快一點 所以我自己也喜歡設定到30% 或者更加有一次的比賽 我會走到40% 那我也建議大家分享一點 Jail Big其實可以在一個 在一個不同的地下距離時 它可以影響你很大 即通常如果你覺得 那塊地下不咬的時候 你可以用多一點Jail Brake 去令到你的重心主義更多 這個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建議一下 那麼Break Force 也是跟其他電腦一樣 都是一些它本身給你那個力度 那個brake力的力度 那Response 其實就像以前Random V2的B Brake Rate A 那B就像剛才我們說的 又好像Punchy一樣 它分A B段 它B Brake到中間 即B Brake的50% 它有多大力 去到往後的50% 它有多厲害 那你自己要去欣賞自己的 那個喜好調教 那Break Frequency 也是 1K 通常是很粗糙的 一打下去可能很快有反應 那它最大可以調教16K 那我自己就喜歡 Break Frequency 呢 是調教1K 那我喜歡它底下很快有 那然後呢 我就會在控的Duel Rate 和這個End Point 去縮小它 令到它那個整體的力量又縮小 那這個也是個人喜好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試一下吧 那Boost and Timing 其實跟普通的點面沒什麼分別 那我自己就喜歡開7度 那偏向柔順 這個Trigger Level 呢 其實我會這樣去形容的 Trigger Level 譬如你每一次出拳那一下 它有多大力 那這個譬如我本身個人是有7度那麼大力的 然後我每一下打出去的拳 我都25度那麼大力 那Trigger Rate 即是說 你每一次打它每一次出拳 它的速度有多麼快 即是每一次出拳的間隔它有多麼短 那這個你們自己會按照場地的需要 去調教一下 那 Turbo Timing 啦 就是它尾段開啟的那一下的力度有多麼大 嗯 這個 Turbo 的 Activation 呢 就是它可以調教一下 當你拉進油門才出那段 Turbo 第一話它是根據它的電變入面 去DETECT 到的 RPM 它裡面的摩托的轉數 才會駛 Turbo 啊 第一話是要 Full Fertal 再加上這個 RPM 同一時間兩個要達成了 這兩個條件它才會駛 Turbo 啊 那另外就是 Turbo Delay 啦 就是究竟你 譬如我自己都要調教 Full Fertal 然後它就駛 Turbo 了啦 那然後 Turbo Delay 就是說 當我拉到最進階的時候 我達成了那個條件 那我還要等多久它才發揮那一下的 Turbo 出來呢 那我自己喜歡 因為 PYC 那個直路比較短 那所以我都喜歡一些比較快 爽快一點的感覺 那由於剛才我們的 Turbo Start 呢 我們用回 Full Fertal 啦 那所以這個我們就沒什麼理會的 那這個如果你要設定呢 譬如你設定你之前的 Turbo Activation 是調教了 RPM 的 那這個就是因應你設定的 RPM 它才會駛 Turbo 啦 那然後 Turbo On Rate 啦 就好像是 就好像剛才所說的那樣 它每一次出那一下 Turbo 的力 它是分隔多久 那所以越調得大呢 它上那一下 Turbo 每一下力 它都會越快 那當它你調到十的時候 基本上一條直路很快 就好像整隻猛虎一樣 就這樣打出那些力 Off Rate 就是它收 Turbo 那一下 我自己就喜歡它快一點 爽快一點 這樣收下去 那也有少許跟 J-brake 的功能相似 好了 Hello 各位 那其實現在呢 Atenium 的系列 和 Proteinium 的系列 那以前Atenium 的 V1 或者 Proteinium 的系列 那以前Atenium 的 V1 或者 Proteinium 的系列 都是用銀色的外殼的馬達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它以前是一體化的 那現在呢 Atenium V2 的馬達呢 那現在呢 就是黑色的外殼 鋁合金的金屬材料用料的馬達殼 還有它是可以分開兩件組合式的馬達的 那個人喜好 我在PYC 由於它那個比較小 那我就喜歡用一些 在4.5、5.0、5.5馬達裡面 即是鬥一些公開的賽事裡面 我也是喜歡用5.5馬達的 因為它在我的感覺裡面 它輸出的力量比較少 那會 可以比較瘋狂 或者叫做 進程一點去起那一下油 那所以我自己就喜歡用5.5馬達 去適應這些比較小的場 那當我上回去 例如ACO 或者大堂麗子山莊的TRC 我也是會用4.5 或者5.0的馬達的 那另外我想說一下 這個馬達芯方面 其實TMRS 在近兩年 都有推出一些 不同的馬達芯給用家去選擇 那我特別想說 就是這隻的12.0的馬達芯 我安裝了之後 尤其是在一個 在大江部的油車場裡面 我覺得安裝了之後 它的輸出的扭力 是比較小了 那它每一下 我去比油 它的感覺都好像更加實在在地上 在地上 因為它每一下輸出的力量 它沒有那麼多空轉 所以我的感覺 不論是在一個 在一個 最佳的圈速 或者在一個穩定的大時間裡面 我都覺得是很良好 那另外就是說 用這隻的馬達芯的時候 你都要注意 你的次數比要大一點 如果不然它很容易會出現問題 那 另外就是 在馬達的 可能因為它 你用了這個的馬達芯之後 你會覺得 可能頭段會弱了一點 那你到時要在你改了這條馬達芯之後 你就要可能在IP Limiter 或者是其他的選項裡面 去加一些不同的數值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去遙控工房 找回新人 或者是去Facebook 找回我的專業 方景RC 多謝大家 拜拜 下次見 拜拜